這張專輯 源起是因為我2013年的時候 剛好拿到一個國際交換藝術家的機會 然後澳洲的政府就打電話給我 他們很可愛說我們從來沒有表演藝術 在那邊住村三個月 其實我一個月完全沒有任何的展獲 因為沒有任何的資源 然後第二個月我就開始遇到一些新的朋友 就非常積極去找了很多的音樂家 然後開始寫自己的作品 當然因為是住村嘛 然後你也知道那個經費是有限的 所以我遇到很多的狀態是 喂 不好意思我沒有在演那個沒錢的 就把電話給掛了 所以到最後我其實找到一些朋友 都很有意思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工作 有的人是木工白天 有的人是在賣樂器 然後其實他們都是各國的移民 像我的團員裡面有印度的 有日本的 然後有英國的 然後當然有一個澳洲當地的 這次我們有入圍這個錄音師 那個Jason 就是朋友的介紹 然後我就成黃成孔的搭著琵琶 然後去給他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人 他自己本身學過錄音 然後他自己也演奏樂器 然後他還學過了很多視覺的 所以他對音樂的想法 他是以視覺出發 所以他這次能夠入圍最佳錄音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真的有一個不一樣的耳朵 然後我們當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琵琶這個樂器你可能從來沒有看過 也沒有聽過 然後但是由於我的經費的問題 我實在是需要完成這個作品 然後他聽完了做的介紹之後 他就說好 我們來完成它 於是我就稍微介紹一下琵琶 然後彈一下給他聽 之後我就回去 他就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 把他在網路上能夠找到所有的 關於琵琶的歷史 然後琵琶的聲音什麼的 非常有信心的 就把他錄音室所有的線啊 全部重拉 然後他幫我找了一個 他朋友做的手工的金色的 然後真空管的一個麥克風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錄琵琶 然後我就說真的嗎 然後我說 我們要不要錄一段來試試看 他說不用 直接錄 我就說哇塞 真的嗎 這麼有信心 因為其實我們在台灣的錄音 很多經驗是這樣 就是大家就找了一個麥克風 然後他不見得了了解琵琶的屬性 所以當他這樣很自信 一個從來沒有聽過琵琶的人 願意這樣跟我說 其實是很開心也很感謝 而是我們就這樣錄了 然後因為我們錄音過程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是一個個人很小的錄音師 然後變成我們全部都是Live的演奏 非常開心說這張專輯能夠得到 最佳跨界專輯還有最佳錄音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 那幾天晚上辛苦的工作是最大的鼓勵